那個是假髮 針頭髮大概 一吋吧 那好更便宜 因為我之前 不要哭了 那個走開 阿令撿一吋雞短髮藏洋蔥 請公開喝小米酒 口水釀燈 一吋雞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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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令一連兩天 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會露幕 請公宴準備 帶各位掃兩圈 等一下 小米酒拿來 我們先聊啦 先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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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喝了我們先會聊開 不然又跳了我們先 包括我們聊開 這個都是有一些祝福在裡面的 有喝嗎有乾的嗎 有乾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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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輩們要給予一些祝福 所以他們就會吐 或口水在裡面 開玩笑的啦 開玩笑的啦 不過阿令透露就是過得太安逸 安逸到有了脂肪肝 所以已經戒酒 兩天 一起大聲地唱 阿令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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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個短髮 剛剛你滿驚豔的 那個是假髮 針頭髮大概 一寸吧 那我們再騙了 因為我之前 不要哭了 那個酒給他 其實我剪的短髮也是因為 之前有一個很小很小小朋友的歌 腦裡面有東西 然後必須要開刀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剪完那個頭髮 他告訴他的同學說 我就算是短髮 我還是女生 所以我就是因為他的故事 我就覺得短頭髮也是可以很漂亮 也是可以展現自己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性別 因為我請的那個髮型師 他滿厲害的 他什麼樣的頭 他應該都可以弄得很好吧 畢竟他那麼貴 阿令在台上連唱四小時 除了老公 女兒 爸媽也都常當中使歌迷喔 因為其實我爸爸是 變衣行警 我在歌唱比賽 他都覺得 你還是不應該抄頭落臉 他就說 好像會有什麼潛規則 他還在我面前摔杯子 然後就跟我說要斷絕 就是父女關係 他就一直希望我可以找一個 可能早上九點出門 五點就可以回家的一個工作 然後他也一直給我那個 警察學校的報名表 然後看到他現在這樣 就是一直猛拍我 抽證 然後回去要入口供 我是在高雄出身的 因為我爸在高雄當警察 所以應該也是要回去吧 出班單位 出班單位 在兩個月會變胖喔 所以就是忽胖忽瘦 就有一種悲傷 這麼辛苦的工作 還是要酒醉吧 有沒有4種歌 對手 來自家中央 你叫做活動 你叫做活動 你叫做活動